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与中国信托为首的银行团 这一天是针对五年期超过百亿的联合受信案进行签约 除了对台数科集团经营绩效给予肯定外 对于未来的发展更是充满期待 双方的高层都出席见证 也期盼企业可以继续追求卓越开创新局 与联合受信银行团进行付款合约仪式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董事长廖子成 与中国信托法人金融执行长杨明翔 两人在现场各银行高层见证下交换合约 完成此次联合受信签约案 总额超过100亿的信贷金额 可见银行团对台数科的经营绩效有高度肯定 除了原有有线电视产业表现稳定 也积极拓展网络市场 近年更与原本是竞争关系的Light TV与Light Today合作 推出多部优质节目与自制节目 多元的发展愿景也促成银行团的投入 我们觉得它也不只是一个有限的传统有限的业者 它也只是一个科技智慧的一个集团 那我想廖董一直都还在想说要怎么样去改变 那我觉得我们也很认同廖董的这个经营理念 所以这一次我也很感谢廖董还是继续给 众星座这个机会 那办这个年代其实虽然只是一个ReFi 再加上一些运营周转金的强化 但我看很快的也是把这个案子就达到 不知道量度有没有满意 但是我们是觉得速度还可以 面对民众收视习惯的转型 以及同一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产业环境 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 不仅兼顾原有的有线电视产业版图 配合到物联网与人工智慧的趋势 也投入智慧城市交通与自驾巴士的开发 有传统迈向智慧科技 各位看到很多的低轨卫星啊 太空啊火箭啊等等这些发射呢 射到天空还是要回到地面嘛 那回到地面还是要接到地面网路 那么这一套网路呢 台数科辛苦经营了几十年 事实上它盖得非常绵密 而且非常壮实扎实这个网路 我们相信呢在下一个阶段 第二条的成长曲线呢 台数科可以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长得更好更强壮 那这也是银行在扶植我们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深深感谢的地方 这次的五年期联合受信签约 除了统筹主办管理银行中国信托 以及长期合作伙伴金城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这次还有台北富邦银行 与台湾土地银行的加入 那董事长感谢银行团的大力支持 也期待集团可以继续追求卓越开创新局 记者满家台北采访报道